第1隻推介港股是中移動 內地實施嚴格防疫措施應對新冠疫情 加上內房債務危機加劇 令不少熱門收息股前景添上不明朗因素 縱使以往被人穩健感覺的香港銀行股 當中恆生都受到內地房地產相關撥備拖累 中期息按年要減少36% 不過同樣是熱門收息股 兼內地三大電信營運商之一的中移動 上半年的純利按年上升1.8%至702億人民幣 更重要的是公司在充分考慮盈利能力 現金流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後 決定中期息每股派息 就按年增加34%至2.2港元 並且表示2023年以現金方式分配的利潤會逐步提升 派息比率會增加到70%以上 中移動的中期業績表現 以至每股派息都有增長 有驚喜 加上現價2022年預測股息率大約有8.3% 將其他收息股比下去 法巴更說中移動管理層澄清 2023年將派息率增加至70% 而不是市場早前預期的2024年 由此可見中移動提升派息能力較市場預期更強 而中移動股價在中期業績公佈後 也升穿大型三角形阻力 由中移動上個月中公佈中期業績後 截至截稿前 暫時有20間券箱給予中移動最新目標價 平均值大約是74.12元 較中移動上個星期的收市價 即是51.85元 高出超過40% 中移動現價仍未反映利好因素 估值仍具有吸引力 加上有大約8.3%的2022年預測股息率 暢線持有具有防守力 投資者不妨以中移動今日的開市價買入第一柱 如果股價有機會回套到48元以下 不妨多兩倍資金吸納 初步目標是看60元 第二隻的精選港股領展達23 港府上個星期提出 同內地以逆向隔離的形式去通關 並據報爭取11月與海外完全通關 如果成事就會為本地零售帶來轉機 今季焦點股之一的領展可望復甦 雖然本地疫情復次 但香港對外通關就傳來好消息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個星期 與廣東領導舉行線上會議 提出逆向隔離 即是不想港人先在香港隔離 然後閉環過關 有關提案主要方便港人不想 對提升內地旅客來香港的旅遊意欲或有限 但對本地人員往外的限制發出持續放寬的信號 更值得關注的是 外電報道港股計劃在11月左右 即是舉行全球銀行加峰會 及國際七人籃球賽前結束入境酒店隔離措施 即是海外抵港人士酒店檢疫日數 由3加4改為0加7 即是勉強酒店隔離可以直接加居隔離 而居家隔離已經可以外出上班等等 被市場視為全面的海外通關 由於旗下店舖組合以民生大眾化的市場為主 領展上市16年間派息年年低增 其中近10年 每基金單位分派的年複合增長率達到9% 即使受到疫情影響的2020至2022財年 每基金單位分派按年仍然有1%至6%增幅 彭博綜合預測 領展2023至2025年度 每基金單位分派按年分別增加4%至5% 以上星期收市價61.9計算 未來三年股息率在5厘以上屬於高水平 估值方面 截至3月領展會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是77.1 現價較NAV截讓20% 對比歷史平均日價1乘2 現水平截讓幅度較大 估值吸引 精選美股是圖市公司 美股近日在陷調整想找低級機會 這隻老牌工業股值得放在監察名單 陶氏公司初期獨沽一美生產漂白劑 在市場競爭激烈 連對歐洲化工具企 各頭式的砧架 公司轉走產品多元化路線 以降低風險 業務新燃製農用的化學品 1913年決定退出漂白劑市場 將發展重心放在大中化工品和工業原材料 例如綠和尾等 編陣同時 持續投入大量資源研發有機化合物應用 為數料王國電定基礎 公司最近公布 第二季純利倒退1.3至16.8萬美元 每股攤薄盈利2.26美元 跌幅10% 撇除非經常性因素 經調整每股攤薄盈利2.31美元 跌幅15% 市場原先預測是每股2.14美元 縱使整體季跡好過預期 但鑑於外圍經營環境仍充滿挑戰 管理層對第三季展望未見樂觀 預料正銷售介乎143億至148億美元 以未按季將會錄得跌幅 中大行後傾向看淡 紛紛調低目標價 股價顯著下跌 然而圖市公司現在市盈率只有5.6倍 市銷率只有0.6倍 而股息率超過5厘 已經有一定的防守力 不妨放入監察名單 或者慢慢少住低級